第1493章猜想 汤君本身是个法修 法宝的作用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就如今日来犯的那个女子 若汤君手中有那如印章一样的法宝 应对男行针就轻松多了 汤君手上有法宝 可出身清离道界那样的地方 哪能有什么好货 按照星空对法宝等级的划分 他手上的两件法宝 都在三星之下 可以说是很差劲的 那月瑶女子的印章 是什么品级的陆叶看不出来 毕竟他眼下只是个星宿 但想来绝对是三星之上 否则不可能有那么诡异强大的威能 眼下无双岛中 汤君是唯一的月瑶 可以说是无双岛战力的代表 他若能更强一些 日后也能应对更复杂更危险的局面 若非有这样的考量 陆叶怎么可能会给他百万领域 李小泽在哪发财的 汤君神色振奋 百万领域 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出来的 就算是某一方小势力 也未必有这么多可以动用的领域 算是借你的 回头有了记得还我 陆叶望着他 汤君倾笑一声 只当没听到 之前陆叶从他这里讨要拆旅费的时候 可没说什么借不借的 领域到了他手上 想要他还没门 不过话说回来 若真用这些领域去买两件像样的法宝 那他的个人实力必然会有不小的提升 到时候再遇到难行真 数强数弱就尤为可知了 小子可以 这番孝心老夫就收下了 日后在这万象海上 老夫只要不死 必保你无恙 汤君乐滋滋的走了 也不耽搁 当即启程赶赴万象岛 准备听从陆叶的建议去买两件像样的法宝 傍身 百万领域 自己在天典 若是要求不高 五星法宝还是可以勉强买两件的 一场大战才刚刚结束 井里岛的下场便是前居之鉴 所以短时间内应单位人 会再来打无双岛的主意 汤君悄悄离去没太大问题 很快就能返回 汤君这边离开没多久 储身又跑了过来 坐在陆叶面前 开口道 师兄 我想再去招来岛招揽一些人手 之前陆叶让他不要再招一些实力不高的新秀 他听从了建议 但今日不同往日 无双岛想要壮大 确实的有更多的人手 最起码的有足够的人手 来维持大阵的运转 今日一战 岛上布置的防护大阵威能 连三成都没能发挥出来 就是因为人手太少的缘故 陆叶道 你出身车灵界 车灵界或者万象星系本土 有没有你信得过的人 储身摇头 苦笑道 不瞒师兄 我晋升星宿之前 一直都在万侠宗苦修 很少离开 所以也不认识什么人 万侠宗倒是有一些信得过的师兄师姐 但他们大多都在别的领导修行 即便邀请 他们也未必愿意过来 陆叶点点头 知道这是实话 如井里倒那群修士 或许来自某个星系的某个界域 在这万象海上没有合适的落脚之地 所以眼见无双岛不错便想要抢搏过来 但万侠宗作为本土界域的宗门 背后又有九岩坐镇 想占据一座领导自然是很容易的 他们所占据的领导 肯定要比眼下的无双岛更好 储身邀请他们 就等于是让他们过来帮忙 由于九岩的约定在先 且不说那些人未必愿意过来 储身本身就不愿意这么做 那就只能放出风声了 陆叶开口 储身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偌大万象海 无储落脚的星秀不知反几 哪怕是星秀后期也比比皆是 今日一战 无双岛也算是打出了威风 若是放出风去 必然会有很多人来投 不过师兄放心 我会严格筛选 必然不会让别有用心之人进入无双岛的 有中正岛这样的地方 储身就可以在中正岛的中正册上 查探这些修士的种种过往 通过他们的履历 看清楚这些修士的性格和为人 只要严格把持 就算招些外人过来也没太大问题 笔记有计划 那就放手去做 陆叶点点头 忽然又想起一事 那个半词什么情况 说起来 今日之前 他与半词也就一面之缘 还是半词刚来无双岛的时候主动来拜访了一下 然后就走了 之后便没交集了 但今日一战 这个半词的表现可不像是一般的新秀 储身挠头道 这位师姐的来历我不太清楚 是幸运星从招来岛上招揽来的 当时是跟汤长老一起过来的 一起 陆叶皱眉 只是碰巧遇上了 汤长老去招来岛的时候 幸运星刚好跟半词谈妥 师兄 你是觉得他有什么问题 陆叶摇了摇头 我只是有些奇怪 如此实力 如此底蕴 理应在基筹榜上留名才对 可基筹榜上却无此女名性 确实奇怪 储身认同 不过师兄 他应该没有恶意 今日一战你也看到了 若非师兄你及时援手 他只怕性命不保 这也正是我好奇的地方 只是受招而来 拿着不算丰厚的月缝 对半词来说 无双岛只是一处落脚之地 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想了想 陆叶道 你们车灵界 有没有这个人 储身不笨 立刻有所联想 师兄的意思是说 半词师姐是我娘他派来的 若非如此 根本没办法解释半词 为什么会那么做 可是我从小到大 就从未见过这个人 未必就是车灵界的人 陆叶若有所思 或许是万象星系 其他界域的修士 以九严的身份 真要找一个 储身没见过的 新秀来护持他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半词 今日的表现太过惊人 以新秀之身 强行牵制住 那样一个月瑶 哪怕陆叶 自问也是做不到的 当然 最后半词付出了 不小的代价 由此可见 这个半词绝非等闲之辈 基筹榜上没他的名字 极有可能是起了化名 或者半词本身就是化名 陆叶与储身在这边商讨之时 扑克与幽灵也凑在一起 幽灵表情凝重地开口 老扑 你感觉到了没 扑克表情悠哉地喝着酒 一双贼眼在旁边 不远处走过的彩月彩星姐妹 身上瞧来瞧去 听得幽灵的话 扑克头也不回 随口道 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李太白很像一个人 像谁 扑克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 你仔细想想他像谁 难道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有啊 扑克露出笑容 笔直 修长 难得是双生子 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几乎分辨不出谁是谁 幽灵一手掐住了扑克的脑袋 强行将他的脑袋转过来 恨铁不成钢道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看我 我在跟你说话 扑克道 我挪不开视线啊 你说就是 我听着呢 幽灵大怒 怎么就挪不开视线了 他们逼你看了吗 扑克的视线慢慢转了过来 一脸神网 没有 想看 幽灵茫然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叹了口气道 我说话你听到没有 扑克又饮了一口酒 你是想说太白兄很像法无尊吧 你不觉得麻 幽灵神色凛然 不是像 简直就是一个人 若是别人 感受还不至于这么清晰 但他们都是与法无尊结阵 一起对阵过枯骨大将的 那一战三人打得艰辛至极 经历更是刻骨铭心 今日结阵之下 感受尤为清晰 可他们偏偏不是一个人 扑克皱眉 你如何能够确定 幽灵叹了口气 开口道 我之前当着李太白的面 用音符联系过法无尊 然后得到回训了 扑克大感惊奇 他们真不是同一个人 我还以为太白兄就是法无尊呢 想了想到 不是就不是吧 这又有什么关系 万象海上这么多星宿 若说有两个人很相似 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跟你说不通 幽灵气愤离去 与法无尊 还有人与领地的事 他不好对外透露 便只能独自生闷气 无双岛最近来了不少 想要投靠的新秀 只因无双岛岛主处身 放出了风声 说是无双岛初见 要昭贤纳士 这对于那些来自各大欣喜 没有落脚之地的修士来说 无疑是很吸引人的 尤其无双岛还是一座领导 这样的地方 哪怕没有岳凤 修士们也愿意加入其中 对于来头的新秀 楚身亲自出面接待 问明了人家的来历 然后让留守在中正岛那边的幸运 新查探中正册的记录 若有合适的便留下 但凡履历有上瑕疵的 通通拒绝 不但有新秀前来投靠 甚至吸引了好几位岳瑶 对岳瑶修士的到来 楚身就很客气地拒绝了 一来 若是岳瑶有什么 歹心很难防备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个也不接纳 二则 任何一方势力 在万象海上的岳瑶数量 都是有限制的 无双岛这边 接纳一个外来的岳瑶 就要占据一个名额 日后自己人一旦晋升岳瑶 说不定就得另寻出路 楚身知道 无论是扑克还是幽灵 就距离岳瑶不远了 无双岛的岳瑶名额 自然是要留给自己人 第1494章兵修的烦恼 井里岛来袭一战 让不少打无双岛主义的势力 都袭了心思 会在这个时候 迫不及待打无双岛主义的势力 都不算强大 井里岛已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即便如此 一战之下井里岛也损失惨重 其他势力哪敢再来处什么眉头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无双岛又招揽了不少靠得住的人手 整体实力提升不小 只要无双岛能度过这最开始发展的时期 日后局面必然会越来越稳定 待到岛上再出一两个月摇 那基本上就能彻底站稳脚跟了 这些日子录夜本尊一直都待在山洞中 借助天赋术的威能推演灵文 耗费了不少燃料之后 新练习灵文已经推演成功了 眼下正在推演的是那命远之术 严格来说 与琥珀缔结的命远之术并不是一道灵文 那只是一种秘术 但修行这么多年 陆夜的见识阅历早已经飞习笔 站在灵文师的角度来说 这世间任何手段都可以看成是灵文的拓展和延伸 所以哪怕命远之术是一种秘术 它也可以想办法将之逆向推演 转化成对应的灵文 只要能推演出命远之术对应的灵文 那它就可以从中寻找到解除的办法 如此 日后就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安危会连累到琥珀和依依了 不过这是比起单纯的灵文推演要困难的多 如果天赋术没有三次对变的话 陆夜还真生不出这个心思 但天赋术的三次对变给了他这个机会 本尊推演灵文 分身则在外面活动 主要是幽灵这家伙老是疑神疑鬼的 经常突然跑过来 然后当着他的面拿着音符联系法无尊 似要戳破他伪装的嘴脸 如此情况下 陆夜只能把分身留在外面 这一日 陆夜忽然感觉到音符的震动 拿起一看 发现居然是曹祥传讯 平日李这位万象商会的主事并不会主动联系他 这个时候联系 大概是他此前委托的一件事有了眉目 并非欲罗星系的消息 自从上次从曹祥这边得到的消息有误之后 陆夜就没再让他继续打探了 李道友 昔日后本商会将举行一场拍卖会 届时会有你需要的东西 若想参加的话 还请尽量多筹集一些领域 那东西的价格比较昂贵 陆夜当然知道那东西的价格昂贵 但他手上如今并不缺少领域 想要拿下的话 应该不成问题 凤天蓝经 这是一种极为稀少的矿物 主要是用来练制法宝的 也是少有的几样能让领宝生品成法宝的宝物 修饰对敌实用的宝物 从最低级的灵器之后是法器 然后是灵宝 再往上便是法宝 灵器生品制法器 再致灵宝 其实并不困难 只要有合适的材料 既以精湛的练起诗便可达成 陆夜的盘扇刀便是这样一步步生品过来的 当初刚得到盘扇刀的时候 它仅仅只是一件灵器罢了 但灵宝生品制法宝 却是一个巨大的天线 因为两者之间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宫月瑶之下的修饰使用的 一个是宫月瑶之上的修饰使用 这样的生品 不单单要求记忆精湛的练起诗 还需要有几样极为特殊的材料 其他几种材料哪怕昂贵 万象商会都能买得到 唯有那最稀有的一种 就连万象商会都没有现货 凤天兰经便是那可遇不可求之物 换作别的流派修士 根本没这个烦恼 实力提升到月瑶 去买几件合用的法宝就可以了 这个烦恼是独属于冰修的 冰修医生修行 对自身的冰刃有极强的依赖 就如陆叶之前将盘扇刀换成赤龙刀 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它实力的发挥 哪怕赤龙刀在造型还有重量上 跟盘扇刀相差无几 所以冰修这个派系 谨升月瑶之后 就要面临一个让人甘大的问题 要么放弃一直陪伴自己成长的冰刃 换一件差不多的法宝冰刃 要么想办法将自己的冰刃升平 陆叶不太愿意换 盘扇刀跟随他这么多年 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 可以说是他一路走到现在的依仗之一 他不单单只是一件冰刃 更是陆叶身躯的延伸 盘扇刀在手 他就可以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 换成别的冰刃 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既然不愿意换 那就只能升平 哪怕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可世上冰修何其多 不单单只有陆叶一人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其他冰修在晋升月瑶的时候同样需要面对 这就导致了凤天蓝金的有价无事 也就是在万象海这样众多星系修饰汇聚 或往来频繁的地方 换作别的地方 想找一块凤天蓝金 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万象商会这边不知从哪得到了一块凤天蓝金 要拿出来拍卖 这对陆叶来说是好事 虽说他眼下并不急着晋升月瑶 可终有一天会踏出那一步的 之前让曹翔留意此物 也是为了自己日后晋升月瑶做准备 错过这一次 短时间内未必就能再遇到第二块了 查验了一下自己现有的灵域 差不多还有五千万的样子 陆叶估摸着这么多灵域应该够用了 按照星空对法宝类宝物价值和品级的划分 这些灵域差不多都可以买一件九星法宝了 总不至于连一块凤天蓝金都拿不下 对凤天蓝金应该有不少人渴求 可未必所有人都愿意花大价钱去买 这玩意撑死了一千万灵域 陆叶心情大好 安静等待着 直到数日后 这才湿湿然走出山洞 启程赶往万象岛 无双岛距离万象岛有一段路程 所以的提前赶过去才行 话说回来 拍卖会这种事他没参加过 反倒是自己之前在新秀店举行了一场 不过那次拍卖的都是同气连枝阵盘 万象商会的拍屏肯定不会这么单一 倒是可以去掌掌见识 看看这拍卖会上都有些什么好货 出了无双岛 即出自己花费三十万领域买来的新州 朝万象岛赶赴 沿途岛也安宁 正常情况下 万象海上人来人往 若非仇人见面 很少会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不至于说路上彼此看不顺眼了就大打出手 都最少是新秀镜的修士 这点克制和定力还是有的 毕竟没人知道别人背后都有什么靠山 万一惹上不该惹的人 那就获释了 路上路也改变了容貌和穿着 把盘山刀也收了起来 拍卖会上是个什么情况他不清楚 但凤天蓝经这东西肯定会有很多人争抢 所以还是低调点形式为妙 免得被人惦记 抵达万象岛 赵就来到熟悉的渡口 缴纳了领域作为费用 换了一块通行令入岛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路也还曾畅想过 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占据一座领导 然后弄些新奇的玩意 引起万象海修士的兴趣 然后打造一个渡口 收取过路费发家致富 当时也只敢想想 可如今才不过两年时间 自己就真的有意做领导了 虽说无双岛名义上是处身掌控 但实际上无双岛能转活 全亏了小新秀店逆转海水 所以根本上来说 无双岛是他的 两年时间 变化和其之大 自己的修为也从前其晋升到了后期 唯一可惜的是这偌大万象海 没有自己的亲人朋友 可以分享一下喜悦 静止来到万象商会 大厅内热闹非凡 路夜左右关桥了一下 立刻朝一旁行去 来的路上他已经跟曹翔打探清楚了 所以知道此刻该做些什么 这个方向上有衣橱雅间 里面有万象商会的管事 在招待准备参加拍卖会的各方宾客 那些出名的顶尖势力自不必来此 万象商会会提前给他们安排好位置 可如路夜这样的散客 就得先来此地燕姿 毕竟拍卖会这种地方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的 若是没有任何限制 必然会如曾经的88号大殿一样 人满为患 唯有燕姿之后 有参与拍卖会资格的人 才会被发放权杖 进入拍卖会场地 来到此间 只见一个穿着颇为暴露 身段丰满的女子端坐在那 见得路夜 女子起身 迎迎行礼 性眼眸光流转 尊客可是准备参与拍卖会的 路夜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然后取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储物 借地了过去 里面没别的东西 只有一千万领域 女子伸出双手 恭敬接过 神念一扫 笑得愈发妩媚 尊客的资本很雄厚 希望尊客能在会上拍的自己心意的货物 又恭敬帝将储物借地了回来 一定帝过来的还有一块玉牌 上书钉酒两个字 路夜接过收好 转身就走 拍卖会还有一日才开启 他准备去散市那边看看安哲回来了没 虽说彼此间已经留下了音符印记 安哲若回必然会给他传讯的 既没有传讯 大概率是没回的 毕竟上次安哲说过 要回本届调货 一来一回差不多要半年时间的样子 不过散市就在万象岛 也不远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推演 灵文对天赋树的燃料储备消耗不小 路夜正好去买点火属性的宝物补充一下 第1495张拍卖会 来到散市转了一圈 在安哲以前摆摊的位置并没有看到他的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认识的修饰 卖的东西也是路夜不需要的 安哲果然还没回来 路夜只能先去扫了一下火属性宝物 花了几百万领域 时间还早 暂时无处可去 略意沉吟 继续在散市游荡起来 比起万象商会那样的庞然大物 路夜其实更喜欢来这种地方 也说不清是为什么 正私下观望的时候 却听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这位原道友 需要灵丹吗 路夜寻着声音望去 只见一个女子端坐在一个摊位前 脸色微微有些发红 轻抿着嘴唇 似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来问他 路夜看了他一眼 只见他面前的摊位上摆放了十几个玉瓶 里面应该装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灵丹 他哪里需要什么灵丹了 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刻意压制修为 已经不去主动修行了 就怕修为长得太快 影响自身根基 本不想做理会 但在对上女子的眸子之后 还是忍不住蹲了下来 女子的眸光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让他想起了自己出来万象倒时的窘迫 大概也能看出来 这女子出身不怎么样 要不然不至于在这里摆摊卖灵丹 这种东西在散市其实是不好卖的 毕竟是要入腹的玩意 寻常修饰购买灵丹 都是直接去万象商会 或者别的领导的商铺 如此才有保障 如女子这样在这里兜售灵丹 很难取信于人 万一买到劣值灵丹 在斗战中吞服 很容易误事 十几个玉瓶 上面都贴有标签 写明了每一种灵丹的名字 见路夜蹲下来 女子连忙正了正神色 开口道 道兄想要什么自己看 一般的灵丹我这里都有 路夜随手拿起一瓶回灵丹 这是新秀修饰门 最常用的补充灵力 和修行用的灵丹 需求量很大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需要 也是新秀层次最基础的灵丹 李氏一修 路夜随口问道 主要是从女子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些熟悉的气息 很温和 仿佛只要在她身边 就能放松心神 水渊和花瓷就有这样的气息 路夜还嗅到了淡淡的香味 隐约是一种花香的味道 可具体是什么花 却无法判断了 是的 女子点点头 那你也不容易 一般来说 一修在星空中闯荡 都是与人结伴的 毕竟相对来说 一修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能应对的手段不多 很容易遇到一些危机 如面前这个女子 这般孤身一人的却不常见 女子歪头看着她 显然没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卖 陆叶问道 女子爆出了一个价格 陆叶抬眼看看她 你这价比万象商会的都要高了 怪不得女子的摊位 看起来无人问津的样子 卖的本来就是灵丹 价格还贵 有人能买才是怪事 女子解释道 我炼制的灵丹品质很好的 道兄若是不幸 买一瓶就知道了 陆叶道买回去之后若是品质不好 还能找你退货吗 鼻子的表情认真起来 品质绝对有保证 我自己炼制的 我知道 你知道有个屁用 陆叶心中富费了一句 女子这性格 不太适合在这里做生意 比起安折差远了 都要了吧 陆叶放下手中玉瓶 啊 鼻子愣了一下 我说你有多少灵丹 我都要了 陆叶看着她 孤身在外不容易 想想若是二师姐或者花瓷 在这里摆摊却无人问津 多心酸的事 不过二师姐和花瓷 都不是一般的衣修 大概率不可能做这事 女子反应过来 大为欣喜 道兄说的可是真的 她在这里摆摊好几天了 卖出去的灵丹屈指可数 人家路过这里的时候 根本不会停下来 没想到这下来了 各要包园的 你要是觉得我骗你 我现在就走 别走别走 女子一边说 连忙从自己的储物界中取出一瓶又一瓶的灵丹 直到取了三十多瓶后 这才停歇 小心翼翼的看着陆叶 道兄 会不会太多了 算账 陆叶催促到 女子乐滋滋地算起账来 最后给陆叶报了一个数字 也就是不到三千灵玉而已 陆叶爽快支付 将灵丹全部收洗 离去之时 女子还在不停地道谢 走出一段 取出一瓶回灵丹 直接往口中丢了一粒 然后观瞧天赋树的反应 旁的修士不敢随意服用灵丹 陆叶却不在意 天赋树傍身 哪怕灵丹有什么不妥之处 也不会对它造成危害 片刻后 陆叶露出亚然神色 虽说女子之前信誓旦旦说 她炼制的灵丹品质 要比万象商会卖得更好一些 但这种是口说无凭 而且就算有修士吞服了这些灵丹 也是很难分辨出来的 但陆叶不一样 观瞧天赋树的变化 就可以很直观地 看到灵丹品质的好坏 杂质越多的 品质越差 反之品质越好 此刻观瞧之下 天赋树的反应很轻微 果然如那女子所说 她炼制的灵丹品质很好 陆叶再回头望去 女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估计是灵丹卖完就走了 一时有些奇怪 这样的灵丹技艺 女子完全可以去投靠某个势力 成为那个势力的专属灵丹师 如此就不必在这里辛苦摆摊了 哪怕是万象商会 也绝不会拒绝这样的人才 可她宁愿自己辛苦摆摊 也没去投靠什么势力 陆叶估摸着女子也是不喜欢受到束缚的性格 在散事中继续逛了一阵 陆叶这才朝万象商会行去 在有小半日 拍卖会就要开始了 此刻正是参与拍卖的修士入场的时候 入口便在万象商会内部 许多修士在那边排队等待进入 陆叶却直接朝另一个方向行去 那边另有一个入口 来到此间 陆叶取出之前燕姿时得到的丁九权杖 立刻便有人恭敬阶下 引着她朝内行去 曹想此前叮嘱多她 燕姿的时候 最低标准是十万领域 换句话说 只有十万领域才能得到参与拍卖会的资格 当然如果想得到更好的待遇 那就要展示更雄浑的资本 陆叶展示的一千万领域 如今待遇果然跟寻常修士不一样 在那商会修士的引领下 很快来到一处乡房 上书丁九二字 商会修士在门口站定 伸手示意到 尊客请进 一会儿拍卖会开始的时候 若是尊客看上了什么东西 只需在里面出价即可 外面是能看到的 若是尊客进的拍品 我们也会负责将拍品送过来 陆叶微微汗手 表示知道了 进入丁九号厢房 陆叶一眼就看到了一块巨大的透明镜面 也不知是和物链制而成 站在镜面前 可以俯瞰整个拍卖会场 视野极佳 再看左右 有不少跟自己所在一样的厢房 不过从这个角度看 人家厢房的镜面上一片迷雾涌动 完全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情况 陆叶尝试催动神念 依然被阻 可以确定 人家看自己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况 厢房内的摆设很简单 只有一张巨大的椅子 旁边一张圆桌 桌上摆了几个果盘 盘内都是新鲜的灵果 除此之外 还有一壶美酒 椅子扶手上 有一块凸起之物 陆叶坐在椅子上稍作研究 便知道这玩意是用来在拍卖的时候出价的 此时此刻 正有大量修士路陆续续进入拍卖会的场地 根据自己之前得到的权杖寻找座位 更有商会的修士分力在各处进行引导 所以涌入拍卖会场的人数虽然不少 却是没有丝毫混乱 一切都有条不问 拍卖会还有一会才开始 陆叶端坐在椅子上 随手拿了一个灵果咬了一口 也不知是什么灵果 反正很甜 而且内里蕴含的灵力也不错 可以练化成自身的灵力 等陆叶将这里的灵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整个拍卖会场已经坐满了人 这还是燕姿之后的结果 可以想象 若是不进行燕姿 这里的场面该是何等火爆 陆叶粗略估算了一下 这一次参与拍卖会的修士 少说也有三千人的样子 偌大万象海 有钱的修士还是很多的 当然 更多的还是在底层苦苦挣扎的 某一刻 原本明亮的拍卖会场忽然一暗 紧接着一道光束不知从哪映入 打在最前方的高台上 当光束亮起的时候 那的位置除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了一个发虚皆白的老者 他眉眼低垂 双手拢在秀中 松松垮垮地站在那里 但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却说明 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月摇 而且还是个月摇后期 原本还有些嘈杂的拍卖会场 陡然一径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那老者身上 老者徐徐开口 声音不大 却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 老夫于休斋 舔为万象商会第九管事 这次的拍卖会将由老夫主持 第1496章魂族 于休斋话音落下 拍卖会场微微哗然 万象商会的管事是有很多的 就如陆叶经常接触的纳德曹祥 在万象商会中的身份就是个管事 但他只负责对接来客 与客人做一些交易 跟于休斋这个管事有很大不同 于休斋这样的 在万象商会中是真正的位高权重 等闲时候不会轻易露面 谁也没想到这次的拍卖竟是他来主持 不少人都意识到 这次的拍卖必然会有不少珍惜的好东西 否则不至于让于休斋这样的强者出面 高台上 于休斋没有废话 介绍了下自己的身份之后便朝一旁伸手示意 又一束光亮从未知处打下 光亮笼罩中 一个身段高挑的女子 捧着一个盘子从侧面的口子走出 站在了于休斋身旁 盘子上蒙了一块红布 于休斋抬手取下 徐徐开口 极品回林丹30平 有看上的道友可出价了 无底价 片刻的安静之后 会场内立刻响起此起彼伏的叫价声 录夜发现就连那些厢房里的某些人 对着极品回林丹业集感兴趣 林丹的品质分好坏 不同的炼丹师炼制的林丹品质自然不一样 哪怕是同一个炼丹师 也不能保证自己炼制的林丹品质是一样的 废丹字不必说 那是炼坏了的 没什么价值的玩意 成品的林丹分有下品 中品 上品和极品四个档次 档次越高 林丹之中灿杂的杂质就越少 就如录夜此前在散事中买的林丹 杂质极少 基本算是达到了上品林丹的层次 这样的林丹服用下去对修饰的危害自然就很小 因为林丹中的单独很少 而极品林丹中的杂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理论上来说 修饰吞服不会有太多的隐患 如此一来 借助极品林丹修行的话 修饰的修行效率就能大幅度提升 但无论是哪家商会 极品林丹都是不可多得的 这种林丹的诞生基本不受炼丹师的掌控 基本上都是炼丹师在炼制林丹的过程中 运气好才会出单一两例 哪怕是万象商会 这样一次性拿出来三十平 也必然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这样的东西作为一场拍卖会的首个拍品 无疑是够资格的 而且林丹人人都需要 就很容易引动场中竞拍的气氛 如果录业没有天赋数磅身 对这样的林丹必然很感兴趣 但有天赋数 林丹这东西无论品质多高 对它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一轮轮的叫价下来 很多人退出 直到一盏茶后 才被一个炳四号相仿的人拍的 而价格方面也远远超过正常购买的价格 竞拍结束 捧着盘子的女子退下 又有一个女子登上高台 同样拖拖着一个盘子 盘子中却不再是玉瓶 而是一支短剑 看起来古里古怪 于羞斋开口 猎天剑 一宝类 虽是零宝层次 但催动之下 威能不逊于三星法宝的一集 十万灵域起拍 诸位道有请出嫁 陆业步有有些心动 虽说那所谓的猎天剑距离他很远 他没办法看得仔细 更无法去催动他感受威能 但万象商会是不会在这方面弄虚作假的 于羞斋既然说 他的威能不逊于三星法宝的一集 那必然没错 陆业如今的实力是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 星宿镜中堪称无有敌手 但对上月瑶旧力有味带了 主要是境界层次的差距 虽说朝海万重浪 可以让他与一般的月瑶勉强斗上一斗 但真若生死之战 他绝不是任何一个月瑶的对手 他倒是还有一张苏玉清赠宇的红服 那玩意是个大杀器 但也只能动用一次而已 若是能有什么能对付月瑶的手段或者宝物 他自然不想错过 抬手按在自己的椅子扶手的凸起之物上 神念涌动之下 出了个价 但他显然是低估了猎天剑 这种一宝在修饰群体中受追捧的程度 这才只是第二件拍品 整个拍卖会场就已经杀疯了 各种出价此起彼伏 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 陆业又接连出了几次价钱 均都很快被别人超过 直到好片刻之后 台上的余修斋才忽然看向陆业所在房间的位置 开口道 冰九号房间的道友出价130万领域 话音没落 他便又看向另外一个位置 甲六号房间的道友出价132万 只是一件领保 却然竟拍到这么高的价格 无疑有些匪夷所思 因为哪怕是法宝 这么多领域也可以买一件五星法宝了 而那猎天剑能发挥出来的威能 仅仅只相当于三星法宝的一级而已 而且它还是一宝类型的 一宝就说明它只能动用一次 出到底 还是星宿无法动用法宝威能的缘故 法宝再好 星宿的灵力催动不得 那也无济于事 可列天剑不一样 这是星宿修饰能够催动的东西 对星宿来说 这是保命之物 自然不会嫌贵 这也是子服为什么会价格昂贵的原因 尤其是出自小人族的子服 那绝对是人人哄抢的好东西 至于红服 那根本是求而不得的宝物 又是几轮竞价 最终录业以一副绝不放弃的姿态 以180万领域的价格拿下了这列天剑 倒不是说与他竞争的那甲六房的修饰财力没他雄魂 能进入厢房的 燕姿时最少都是拿出一千万领域的 但人家或许有其他要买的东西 不愿在列天剑上付出太多 便只能无奈放弃 又一剑拍品成了上来 陆叶瞧了瞧 或是好货 他却没太大兴趣 便安静等待起来 片刻后 有人敲门而入 将那列天剑送了过来 陆叶支付了相应的领域 这种类型的异宝 他当初在九州的时候也曾得到过一剑 不过类型虽然一样 可九州的宝物与列天剑自然不可相提并论 把玩着手中的列天剑 陆叶很是满意 这下再遇到月瑶的话 这玩意多少可以给对方造成一定程度的威慑 若是用的好了 说不定还能伤到对方 所以一百八十万领域虽然不少 可他觉得花得挺值 不愧是万象商会的拍卖会 好东西层出不穷 各种秘书功法 零单宝物 一宝珍惜 一样样呈现出来 陆叶原本只是想来拍一块凤天蓝金的 结果拍卖会进行到一半 他已经拍了好几件东西了 有些是自己想要的 有些是他觉得适合花瓷或者二师姐他们的 准备有机会回九州的时候带给他们 这还没见到凤天蓝金呢 就花了近一千万领域 陆叶意识到不妥 他手上笼共只有五千万领域了 这一下花了一千万 就只剩下四千万 虽说这么多领域应该购买一块凤天蓝金 可还是要谨慎一些 接下来不能再参与竞拍了 哪怕东西再好也不能 陆叶暗暗打定主意 高台上 于修斋还是那么松松垮垮的站在那 又一件拍品登台 这件拍品数一出场 就让不少人露出新奇的神色 那居然是一个笼子 不少人看得一脸不解 陆叶也在瞧 很快露出惊异的神色 因为他隐隐感觉笼子里面好像有东西 好像又没有 笼子无疑是一件宝物 被万象商会的侍女推上来之后 于修斋也不说话 只是随手在笼子上面拍了一下 法力涌动 笼中光芒一闪 一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笼中 人影好像一直都在笼中 只不过此前根本没人看到 会场中顿时一片哗然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那身影之上 陆叶也在看 看着看着 露出极为惊讶的表情 因为他发现龙中那人给他的感觉很熟悉 这种熟悉并非认识或者怎样 而是他以前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人 龙中身影绝不是人族 那也不是隐秘的手段 若对方刚才是隐秘的状态 陆叶应该能巧出点端倪才对 从身段上来看 对方似乎是个女子 只不过一头长发披散 遮挡住了脸颊 看不清容貌 只从散乱的法思缝隙中 陆叶看到了一双仇视而凶狠的眼睛 那眼神中充满了血与泪的控诉 恶狠狠地盯着于羞斋 似要责人而逝 陆叶眉头皱了起来 虽说早就听闻万象商会的拍卖会上 偶尔会出现一些珍稀种族的近拍 但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一次就见到了 却不知这是哪个种族 不过既然能被放在拍卖会上 那必然是个很稀少珍贵的种族 就如妖精和人鱼一族 若是此刻出现在拍卖会上 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于羞斋开口 魂族 有大能知识在星空谋储勤了他 委托我万象商会进行拍卖 无底价 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出价了 陆叶亚然 魂族 居然是魂族 与陆叶曾经接触过的妖精族 还有万象海下的人鱼族一样 放眼星空 魂族也是极为稀少而珍贵的种族 这样的种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有自己独特的种族天赋 可以给修士带来很大的注意 也因为这个 才会被许多修士寄予 第1497章来了一把大的 妖精一族的祝言无疑是很强大的种族天赋 那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祝言 是可以直接提升修士自身实力的 人鱼族的歌声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人鱼族的女子各个美貌 若能与某个纯洁之身的人鱼女子和和 甚至有机会得到某种奇特的秘术 魂族没有祝言 没有歌声 但他们可以复魂 这个奇特种族的身体很古怪 似虚非虚 似识非识 就如鬼魂一样 所以才会被称为魂族 他们无论男女 都有一种奇特的本事 能够施展复魂之术 被施展复魂之术的修士 实力便可有所提升 陆叶曾经在小人族席渊格的记载中看到过关于魂族的资讯 当时他就起了心思 因为在九州就有那么一批早已失去了身躯 却依然存活于世的先列 九州如今晋升了大型戒狱 可那群曾经为九州做出巨大贡献的先列门 却始终被困在先缘城内 一辈子无法脱身 甚至无法成长 千辈们的付出不该被遗忘 如今的九州不再是当初的九州 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待遇 千辈们的状态跟席渊格中记载的魂族很相似 说他们是另类的魂族也不为过 陆叶当初就想过 若是日后遇到了魂族 或许可以跟他们接触一下 看能不能跟他们讨教一下魂族是如何修行变强的 可惜他从没有遇到过魂族 直到后来方知 这个种族很稀少 而且因为本身种族天赋的原因 为各大种族的修饰所寄予 所以基本不会在外人面前露面 没想到 这拍卖会上居然出现了一个魂族 陆叶当即便知 其他东西自己都可以不参与拍卖 但是这个魂族却必须地拿下 错过这一次 日后再想遇到魂族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所以随着于修斋话音落下 他毫不犹豫递出了架 与此同时 甲六号相仿中 一个青年目光灼灼地望着那魂族 兴奋道 消息果然没错 这次拍卖会竟真的有魂族 他转头看向旁边一个中年男子 二叔 这个魂族可一定要拍下 若能以他为魂打造那眼甲 微能必然有极大提升 到时候哪怕遇到月瑶 我也有逃生之力 那中年男子微微汗手 便要出架 便在这时 高台上的于修斋开口道 丁九号房间的道友出架五百万领域 会场中诸多修士一脸羡慕 只觉得丁九号的家伙真有钱 之前已经拍了好几件东西了 总价值超过了一千万 这次上来就是五百万 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也不知是出身哪家大势力 甲六房中 那青年愤愤道 又是这家伙 之前那烈天剑他也想要的 结果被人家抢走了 眼下居然又来跟他抢那的魂族 实在让人恼火 看向中年男子 二叔 这次咱们可不能弱了他 之前没跟对方抢那烈天剑 就是为了等这个魂族 而且烈天剑那时候的价格 确实已经偏高了 这一次绝对不能放弃 中年男子不语 只是默默地出了个价 高台上 于修斋立刻转头看向这边 甲六房出价五百零一万 紧接着又有几方出价 陆业一直在跟 短短片刻 价格就已经超过了八百万 又过片刻 价格已过千万 到了这时候 出价的人已经不多了 算上陆业和甲六房 只有另外一个乙七房在出价 当价格快到两千万的时候 乙七房也没了动静 显然是觉得价格有些太高 或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毕竟哪怕是那些顶尖的大势力 一次性调动几千万领域出来也是有些压力的 并非说他们的资本只有这么多领域 越是家大越大 花销就越大 能调动出来参与拍卖会的领域 终究只是一小部分 这一点上 陆业无疑是占便宜的 他孤家寡人一个 根本不需要考虑别的 甲六房的青年额头有些冒汗 因为他发现自己有些低估丁酒房修饰的资本了 两千万领域已经超过了他们这边的预期 继续跟下去无疑是很不明智的 但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错过了又未免可惜 忍不住开口道 二叔 要不一次多加点 让他知难而退 中年男子这边近拍 每次都只加一万领域 一副不吉不徐的样子 让青年感觉很难受 那中年男子摇头 你不懂 这样加价才会给对方压力 无论他出多少 咱们只多一万 就是要告诉他 这魂族 我们志在必得 青年了然汗手 还是二叔高明 拍卖会场中 这次参与的修士只觉大开眼界 因为很难地见到了两家势力 在这里拿淋浴血拼的场面 老实说 不但他们意外 就连于修斋都感到意外 因为在万象商会自己的预估中 这个魂族顶多能拍个两千万领域就不得了了的 毕竟他哪怕价值再大也是有极限的 可现在这情况 两千万根本不是结束 已经朝着三千万在进发了 又过一阵 价格果然突破了三千万 这下不但青年额头冒汗 就连那一直不及不许的中年男子 表情也名重起来 实在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哪方势力 价格要得这么紧 都三千万了还不放弃 他这边是一万一万的家价 对面更狠 直接一百万一百万的家 比他的气势更足 而且每次跟价都很快 根本不带犹豫的 他略意沉吟 法力催动 开口道 这位道友 此魂族对我无方导有大用 不知道有可否割爱 若是道友愿意的话 他话没说完 一直松松垮垮 站在高台上的于修斋忽然冷眼望来 再敢说与出嫁无关的事 就滚出去 甲六房中 中年男子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虽说无人看到他这边的情况 但他好歹也是一个月瑶 被于修斋这般毫不客气地训斥 自然是脸面挂不住 不过他也知道是自己坏了规矩 这毕竟是拍卖会 哪有这样商议的 只是他确实已经快到极限了 如今再从无方导抽调 领域过来显然是来不及的 魂族的价格最终在3200万定格 甲六房那边没再出价了 丁九房中 陆叶眼角抽了一下 刚才还下定决心 无论拍卖会上有多少好东西 自己都不再参与竞拍的 不曾想着一下就来了一把大的 他查探了一下自己的灵域 扣除等会要交割的 就只剩下800万了 不过若是能从这个魂族身上 找到解决那些先烈问题的办法 让他们脱离先元城这个苛旧 无论付出多少灵域都是值得的 好在还有一些灵金 这些灵金换算成灵域的话 应该也有一千万的样子 足够拿下那缝天蓝金了 按照陆叶之前打探到的行情 这缝天蓝金虽然珍贵 但顶多几百万灵域 绝不会超过一千万 拍卖继续 过得片刻 万象商会的人将那笼子送了过来 一并送来的 还有一块玉牌 得那人的解释 陆叶芳之这玉牌的作用是什么 魂族不但被关在笼子里 他身上还被种下了特殊的静置 这玉牌便是可以控制那静置的东西 万象商会的人考虑的导演周到 知道这魂族被人所情 又拿出来拍卖 心有怨气 不会轻易听命旁人 所以就提前种下了静置 方便静牌得手的修饰控制他 陆叶直接打开了笼子 洞察灵文观桥之下 见得那魂族从笼中走出 然后走到了拐角处站定 一声不响 也没有要逃跑的意图 他显然不笨 知道在这种地方根本逃不掉 便不做那无用之功 想了想 陆叶开口 我对你没有恶意 有些是想请你帮忙 我这边还有一件东西要拍 等拍卖完了带你走 也不知那魂族姓梅姓他 反正陆叶看似毫不在意 实际上却是抱着警惕之心的 魂族的动作很难被发现 若他在这里偷袭自己 不加以防备的话 自己未必能躲得过去 片刻后 陆叶一直在等待的 凤天蓝精终于出现 从外表看来 那东西就是一块晶体 拳头大小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这东西却是冰修在 新秀后期最想得到的宝物之一 起拍价八十万 陆叶立刻开始出价 甲六房中 听得于修斩说丁酒房出价 那中年男子立刻抬头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加价一次 他方才被于修斩训事 不过于修斩修为比他高 年纪比他大 身份比他尊贵 他没办法记恨寻仇 只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丁酒房的陆叶身上 之前就被陆叶抢了猎天剑和魂族 这下眼见陆叶对凤天蓝精感兴趣 他当然要抬抬价 出一出心头怒气 拍卖会场的修施门又见到了离奇的一幕 甲六房和丁酒房再一次开始了淋浴的血拼 本来顶多价值几百万的凤天蓝精 在这两个家伙的交锋中 价格一度被抬至逼近两千万 着实让人惊奇 不过与前两次的结果不同 等甲六房这边叫出两千万价格的时候 丁酒房再没动静了 于是众人知道 在这一次的交锋中 甲六房赢了 第1498张别闹 丁酒房中 陆叶面无表情地长身而起 推门朝外行去 开口道跟我走 拍卖会后面肯定还有不少好东西 但错过凤天蓝精 已经没必要再留下来了 他能感觉得到 甲六房那边有点针对他的意思 否则不至于把价格抬得这么高 两千万领域 已经远远超出了凤天蓝精本身应有的价值 墨书录业手上现在只有八百万领域 便是真的有更多 也不准备再拍下去了 没有凤天蓝精 他可以选择别的宝物替代 只不过如此一来 盘山刀生品质法宝之后品级可能要差上一些 他眼下不急着晋升月瑶 日后未必就没机会再遇到凤天蓝精 所以他对此物的需求并不是太迫切 想拍的没拍到 没准备拍的却收获不少 尤其那个魂族 根本就是事先完全没想到的事 能感觉到 魂族就在自己身后 但对方行动之间悄无声息 而且身影无形 若非陆业手上有能控制他的玉牌 对方恐怕早已逃之夭夭 出了万象商会 陆业即出新州 等确定那魂族也登了州 这才驾驭离去 站在新州上 陆业背后有一抹良意 就仿佛是有一条毒蛇 正在吞吐蛇心 舔示自己的颈迫 那一抹淡淡的良意 明显来自魂族的注视 这女子想要脱困 就非得把那权杖抢走才行 否则陆业有权杖在手 她永远别想脱离掌控 想动手的话 你大可以试试 陆业淡淡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身影无形的魂族 谋中一抹一样光彩闪过 紧接着毫不犹豫地朝前一扑 本就无形的身躯 直接融入了陆业的身体中 陆业眼帘低垂着 一边驾驭新州朝无双岛的方向赶赴 一边分出新神 神海之中 神魂灵体显化而出 风平浪静的神海之中 银有一座小塔镇压其内 这还是陆业早年在九州时得到的魂器震魂塔 不过随着修为的日渐成长 这件魂器能发挥出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了 震魂塔终究只是界域内的宝物 品质再好也有极限 已经有些跟不上陆业实力成长的需求 不过这东西终究还能发挥出一些作用的 陆业的神魂灵体此刻就站在塔尖处 俯看着下方 与在外界不同 在这神海之内 女子的身影完全显露了出来 很高挑的一个女子 一头长发披伞至脚踝的位置 正冷眼打亮着陆业所在的方向 一般来说 修是想要侵入别人的神海 除非有特别的手段或者神魂力量达到碾压的程度才行 但魂族不需要 这个种族以魂为名 在神魂之力上有极为特别的手段 只要修为差距不是太大 他们可以随随便遍地侵入旁人的神海 这也是魂族与人争斗最常见的手段 比起一般的斗战 这种手段无疑要凶险得多 魂族与陆业确实无冤无仇 但没有人愿意受人钳制 不得自由 他想要脱困 就得解决陆业 刺目相对的刹那 女子忽然抬起双手 在身前掐了一个法掘 紧接着 平静的神海无风三尺浪 以女子所在之地为中心 一圈圈的浪涛朝四周起伏蔓延 这还是有镇魂塔镇守神海的结果 若没有镇魂塔这件魂器 此刻神海内必然巨浪滔天 若真如此 陆业必然是要神魂动荡 心神不宁 陆业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没有半点要阻止的意思 因为对他来说 想要阻止这个魂族其实很简单 只要取出拍卖会上得到的权杖 往内灌入灵力 激发女子身上的静置 就可以将他从自己的神海中驱逐出去 但陆业不想日后一直被他惦记着 在找到合适 稳妥地安置他的办法之前 大家可能要相处一段日子 常言道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 陆业要让这魂族知道 他那些手段对自己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绝了他打歪主意的心思 在《小人族席渊阁》中看到的记载并不全面 陆业只知魂族有这样特别的入侵旁人神海的手段 却不知魂族居然可以借用别人神海中的力量来对付神海的主人 彼此手段施展之下 陆业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神海中的力量竟有一部分被他掌控了 这可真是堕堕怪事 要知道那些力量明明是自己的 魂族果然是个奇特的种族 这样诡异的力量 任何被他们这一族侵入神海的修饰 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一道道剑矢忽然自浪涛之中席卷而出 铺天盖地地朝陆业的神魂灵体袭来 那每一道箭矢都是陆业自身的神魂力量所化 陆业心中一动 脚下的镇魂塔忽然升起 将它笼罩其内 化作防护 独独独的声响不断传出 神魂力量显化的诸多箭矢轰击在镇魂塔的塔身上 打得镇魂塔摇晃不止 陆业如今星宿后期的修为 神魂力量强大至极 这种程度力量的轰击 哪怕是镇魂塔也坚持不了多久 解开我的静置 我就离开 鼻子一边催动力量狂攻 一边开口 他能看得出镇魂塔的品质不高 撑不了太长时间 不过让他稍微有些好奇的是 这个人族为什么没有任何阻扰他的意思 明明他只需催动权杖上的力量就可以阻止自己 陆业缓缓摇头 无声的拒绝却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镇魂塔坚持不住 但他还有别的手段 一念动 神海沸腾 一艘战舰忽然徐徐驶出 仿佛在天气极恶劣的大海上 乘风破烂而至 那战舰看起来经历了极为残酷的战斗 整个剑身都破破烂烂 但随着他的慢慢显露 随着陆夜神魂力量的涌入 战舰迅速变得完好无损 紧接着一道道身影出现在战舰之上 迅速各撕其直 陆夜就站在战舰的甲板 面无表情地望着魂族女子 对方施展出来的手段 皆都被战舰的防护所阻 魂族女子眼帘缩紧了 不可思议地望着那突兀出现地战舰 哪怕是以他的见识阅历 竟也瞧不出这魂器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世上竟然有战舰模样的魂器 下一刻他的身躯便骚然一景 因为冥冥之中有莫大的危机将他笼罩 他清楚地感受到战舰中有极为澎湃的力量在酝酿 而那力量的契机已经牢牢锁定了自己 就好像有一秉丽剑悬在头顶 随时可能落下 别闹了 出去 路夜望着他 与其平淡地像是在驱赶一个贪玩的孩子 女子身边翻腾的浪涛徐徐贫富 表情变得苦涩 终于知道这个人族 为什么不动用权杖的力量来钳制自己了 神海之中有这样的魂器镇守 哪怕他是一个魂族 也休想拿别人怎么样 真要不知进退 吃亏的必然是他 权衡之下 女子终究还是退出了路夜的神海 一路急迟 赶回无双岛 驾驭着新州静止穿过无双岛的防护大阵 如今无双岛的整体力量对比当初锦里岛来袭的时候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是新秀后期 无双岛这边就招揽了足足13位之多 算上新秀前期和中期的话 最近一段时间 无双岛招揽的人数已经快有百人 这样的一股力量 再加上汤君 只做防守的话绰绰有余了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没有不长眼的势力来寻无双岛的麻烦了 可以说 凭现今无双岛的力量 锦里岛那样的再来两三个联手 也未必能攻得下 那些有幸通过中政策查询 可以加入无双岛的修饰品性自然无可挑剔 而且因为无双岛是领导 在这里修行可以节省很多领域 所以哪怕没有多少月缝 修饰们也都愿意留下来 更让修饰们感到振奋的是 他们能清楚地感觉到 无双岛内的星空能量正在持续提升 眼下的无双岛只是一个中等领导 可谁又能确定 继续这样提升下会不会变成上等领导 这样的期盼下 加入无双岛的修饰都很珍惜这个机会 无形之中对无双岛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 这样的局面下 即便真有强敌来袭 他们也不会随意临阵脱逃 即便是为了自己日后的前途 也会与处身同进退 处身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寻找生财之道 一座领导想要持续发展下去 前期是需要投入不少领域的 别的不说 光是打造防护大阵 无双岛这边就花费了400万领域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些投入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收回来才行 而且日后无双岛的修饰修行 终究也是需要领域的 不能光指望岛上的星空能量 所以必须得有合适的生财之道 只有这样 人心才能稳固 人才才能留得住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在岛上开设各种店铺 吸引修饰门前来交易 这也是大多数领导主要的财路 可对无双岛来说 考虑这些还是太早了一些 强行为之 若没有特别吸引人的货物就很难聚拢人气 处生最近一段时间为此发愁 却一直想不到太好的办法 这才后知后觉 自己当初想要打造出一只属于自己的势力的想法 是多么的天真幼稚 第1499章处生的规划 处生思来想去 想要解决这事 还得麻烦法老大才行 他之前来找过一次录业 可惜没找到 此刻眼见录业的新周归来 便急急忙忙赶赴而至 录业这边才回到自己的山洞 屁股都还没坐热 洞口的静置就被触动了 打开一看 处生屁颠颠地走了进来 一眼看去 处生愣了一下 因为除了录业之外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身段高挑 细致冰冷的女子 录业不清楚这魂族女子 为什么愿意显露身形 不过她本身看起来跟人族没有任何区别 前提是不动用那些魂族特有的手段 她愿意这么做 陆业也管不到她 此时此刻 陆业端坐着 魂族女子就安静地站在一旁 好像一个侍女似的 处生明显示误会了什么 一脸佩服的望着陆业 心想法老大不愧是法老大 这般姿色和身段的女子都愿意在旁侍奉 实乃无被楷模 不过她搞不太清楚陆业与这魂族女子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敢乱问 只是跟陆业打了个招呼 可是 陆业问道 处生坐在陆业面前 将眼前无双倒的困境简单说了说 陆业道 一方势力想要在这万象海上生存下去 确实该有自己的生财之道 那些有领域矿外的顶级领导就不必说了 顶级领导之下 无论是上等中等还是下等领导 没有一定的生财之道 在这里可活不下去 修饰修行 哪一样不要领域 你有什么打算 陆业问道 处生会在这个时候来找自己 应该是有了一些考量 处生挣了挣脸色 开口道 师兄 我是这样想的 咱们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手艺 没法帮人炼丹炼器什么的 除了去做了一些护送的任务赚取领域之外 就只能与旁的势力合作了 他所说的护送任务 是在万象海上很常见的一件事 就拿当初安哲与陆业交易完大量的龙袭金后 要返回本介域来说 他身上带着那么多领域 从万象海赶赴重道位置是不太安全的 所以就得招揽一些人沿路护持 只要能通过重道返回自身所在的介域 基本就安全了 但安哲要找人护送 不可能随便找人 必然是要找一些靠得住 信得过的势力 无双岛如今就有做这些事的资格 不过路子还没有打开 处身也不打算涉足其中 一来收益不大 二者竞争激烈 无双岛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优势 三则 无双岛人数本就不多 所以他觉得 还是与别的势力合作最为稳妥快捷 如何合作 处身道 一定优惠的价格甚至免费 让他们将店铺开设在咱们领导上 等到有收益了 咱们从中抽取一定的分额作为回报 一家两家店铺或许收益不大 但只要数量多 收益就不会小 路业汉手 你是想将无双岛打造成一个商业领导 我就是这么想的 师兄觉得如何 想法可以 但有一个问题 路业看着处身 你如何能说服那些势力 让他们将店铺开设在咱们的领导上 退一步说 就算说服了 你又如何能保证客流量 没有客流量 店铺再多也无济于事 当然 真要有足够多的店铺 让无双岛成了一座商业型的领导 客流量岛也不会太少 到时候就算处身不去主动联系 必然也会有一些势力愿意主动来找他商谈此事 可万事开头难 无双岛这边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一定的客流量 如此才能让各方势力看到有利可图 愿意将店铺开设过来 店铺越多 客流量就越大 这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 处身道 所以咱们就需要一个特别的 能吸引众多修饰的货物 最好是那种能让所有新秀都感兴趣 又不会太贵的好玩意 处身这话一出 陆叶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了 这分明是想要同气连织正盘 虽说新秀店拍卖会结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各大势力都在研究正盘奥妙 有不少势力都有不错的进展 可这玩意想要大批量炼制还是很困难 眼下有资格对外出售正盘的 除了万象岛之外 就只有寥寥几家最顶级的势力 而且这些势力能对外出售的正盘数量都极其有限 价格还贵 若是无双岛在这个时候拿出正盘 必然能吸引很多修饰前来 如此客流量就有了保证 修饰们来到这里固然主要为了正盘 可如果看到其他有需求的货物 肯定也愿意购买一二 毕竟万象海上 每个领导的距离都很远 只要价格相差不大 没人愿意浪费时间去别的地方购买 在拍卖会上 单个正盘的价格算下来确实不算太贵 若是有三五修饰合力 买上一块并不难 陆叶沉吟不语 他在思量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无双岛可就不会太安宁了 到时候人来人往的必然热闹 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办成了 似乎也不错 他准备日后有机会的话 把九州的修饰们带到万象海这边来 若是能有一个稳定的收益管道 那九州的修饰们来了 也不愁没有灵狱用 人鱼领地那边是独属于他的财路 不过陆叶上次送了一些灵丹过去 并没有找人鱼要灵狱 他觉得相对于交易的关系 还是维持一下彼此的交情更好 人鱼那边对他很看重 上次他还借人鱼的力量解决了一个月瑶中期 这些可不是灵狱多寡能够衡量的 处身忐忑地望着他 不知道陆叶最终会有什么决定 好片刻陆叶才开口道 东西我可以给你 不过这东西不适合大批量流出去 否则会遭人记恨 你定个方案 要确保一定时间内 卖出去的东西不会太多 师兄放心 这点我有考虑 绝不会因小失大 我觉得每天卖上三块五块的就很不错 既能保证源源不断地刻流量 也不会引起那些大势力的注意 陆叶赞赏道 你能想到这些 说明你有认真考虑 不过要记住 修饰还是要注重自身的修行 你天资不俗 千万不要因为无双岛的事而耽搁了自身修行 师兄说的是 我记住了 得了陆叶的应允 处身明显很高兴 也不急着走 而是跟陆叶畅谈了许多无双岛未来的发展和谋划 看得出来 他对无双岛是很上心的 这也难怪如他这般年纪能在万象海这样的地方拉扯出一只势力 而且日后大概率会越来越好 足以自豪 小半日后 处身准备离去时 陆叶忽然开口 你派人去一趟万象岛 在赛事那边找一个出售灵丹的女子 看看能不能把人家招揽过来 若是可以的话 那无双岛就可以拥有一家自己的出售灵丹的店铺 那女子的炼丹记忆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陆叶觉得希望不大 因为有那样炼丹记忆的人 如果真想投靠某个事例 早就已经投靠了 又岂会流落到赛事摆摊 尽管如此 陆叶还是想让处身去试一试 只可惜陆叶根本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处身问清了那女子的长相和特征 又从陆叶手上拿了一瓶他之前出售的灵丹 这才离去 陆叶默默思量了片刻 如果无双岛真能如处身规划的那样发展下去 前景倒是很好 他愈发觉得当初将处身留在无双岛是个明智的选择 否则要他自己现在去打理这些事 未免太浪费时间和精力 转头看向一旁的魂族女子 陆叶开口 怎么称呼 魂族女子只是淡淡地瞧了他一眼 并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若非此前他在自己的神海中说过话 陆叶恐怕要以为他是个哑巴或者听不懂自己的话 对方这般态度 陆叶也不在意 以身处之 自己若是被人下了尽致 不得自由 态度也好不到哪去 可陆叶是不可能解开他身上静置的 这魂族是他花了足足三千两百万领域拍回来的 为的就是解决九州那些新烈门的问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哪怕遭他记恨 陆叶也得将他绑自己身边 来日方长 大家可以慢慢相处 陆叶相信京城所至京时未开 早有一天 自己能从魂族女子这边找到解决的办法 继续推演命远之术的灵文 陆叶又开始炼至同气连之阵盘 接下来的日子 风平浪静 陆叶一直待在自己的山洞中 魂族女子也没有要逃跑的意图 而且经历了上次入侵陆叶神海的事情后 他便觉了对陆叶出手的心思 因为魂族的手段对陆叶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自然就不必做那无用之功 其间幽灵不断地联系分身那边 嚷嚷着要去人与领地跟白鹿一起修行 陆叶凡不生凡 以分身与幽灵约定了时间地点 碰头之后把他给送过去了 这下子世界清静了 无双岛再次大兴土木 楚深重新规划了整个领导 将领导一分为二 一部分作为本岛修士的住处和修行之所 这一部分是不对外开放的 另一部分则准备对外开放 打造诸多店铺 陆叶没有参与其中 不过从偶尔探得的情报来看 楚深这边进展得很不错 应该是与不少势力谈妥了 如今只等着前期准备好 便可开业大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